我們看第三題 下列哪一個式子是錯誤的 A選項 21分之2 加31分之3 加41分之4 v等於21分之2 加上31分之3 加上41分之4 小括號 等於我這三個數要先加起來 那我先算後面 可不可以 A是可以的 因為加法具有結合率 B選項 21分之2 減掉31分之3 再減掉41分之4 他會不會等於21分之2 減掉41分之4 再減掉31分之3呢 差別在哪裡 他把後面的減41分之4 提早移到前面來算 然後減完了再減31分之3 答案是可以 因為你要先減哪一個 其實答案都一樣 在C選項 21分之2 乘以31分之3 乘以41分之4 會不會等於21分之2 乘以31分之3 乘以41分之4 然後 後面小括號 代表後面先算 可不可以 可以 因為 乘法 除以41分之2 除以21分之3 除以21分之3 除以31分之3 可不可以先算后面这里 那当然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除法没有结合率 所以诸选项是错的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比方讲12除以6再除以2 12除以6变成2 2再除以2理论上它应该是1 那如果我先算后面 就会变成12除以6除以2 先算后面的话 它就会等于12除以3 12除以3算出来就会等于4 它并不是前面这一个 所以诸选项就是不行的 因为除法并没有结合率